我海湾野生带鱼 水煮带鱼 鱼鳍撕掉 去头去尾 留着下刺红烧 鱼身两面花刀 改刀成小段 内脏和贴骨穴清理干净 只要带鱼够新鲜 表面的一层淋白不用去掉 这样带鱼更加鲜美 处理好的鱼 放入姜葱盐水中浸泡15分钟 这一步可以更好地去除腥味 嫩化肉质 锅中水开加入葱姜 比烧菜稍微多一点的盐 加点白酒 让水滚半分钟左右 滚出姜葱的香味 然后光火 一定要光火 带鱼下锅慢慢浸泡三分钟 这时的带鱼已是八成熟 再次把水烧开 然后光火 带鱼下进去继续再浸泡一分钟 这个时候的带鱼 就是最鲜嫩的时候 烫好的带鱼整齐码入盘中 一般现成的蒸鱼室油会咸 而且香度不够 需要我们加工一下 另起锅边香将葱蒜 加入1比1的蒸鱼室油和水 一勺白糖提鲜 一点胡椒粉增香 烧开半分钟后 滚出料头的香味 滤出渣渣 蒸鱼汁就做好了 最后热油抢香葱花 浇在鱼身上 淋上做好的蒸鱼汁 就可以开吃了 这时候来条东兴斑我都不换 高端的鱼都会有人去养殖 这个带鱼是养殖不来的 也就是说 每条带鱼都是野生的 新鲜的带鱼 千万不要去红烧和甘茶 用来清蒸或者水煮 才是带鱼正确的打开方式 个人觉得水煮的带鱼 比蒸出来的好吃多了 鱼肉更加细嫩入口即化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